那休旅車緩慢開進巷弄間 乘客熟門熟路 開門下車 駕駛隨後悠哉實離現場 看似一切都正常不過 但居民總是盯著車上的白字看 因為上面印著環保局機查公用車 這裡到底有什麼設施 需要三天兩頭來機查嗎 附近居民早就覺得不對勁 新北巴里中山路上某社區大樓 長期有輛貼有新北環保局公務車進出 民主爆料指出是巴黎清潔隊業姓隊員 長期用公務車載媽媽跟女友趴趴走 有了修車全民買單 不僅如此連公務機車也不放過 更大喇喇的將公務車停在自家門口站車位 光是有畫面記錄時間就長達一年 實際工期適用的時間恐怕更長 環保局機查專用車是勘查的重要工具 無端占用恐怕只剩行責 將公務車開回家用來做私家車 經觸犯的貪污治罪條例 利用職務來圖利自己的罪 最高是可以除到五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對此新北環保局表示 當時夜性清潔員正在板橋送公文 回程時才發生私債事件 將會進行懲處 是否長期違規還有待調查 曾獲巴黎清潔隊員特有的隊員 如今被曝公器私用 如果查證屬實 恐怕斷送公務員的大好前程 既然李奇音泛亞橋新北報導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 傳達最完整的資訊 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 請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 我們下一個集團 我們下一個集團 感谢观看